舔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章,总则 第一节,事件管辖 第一条,法院管辖之非诵事件,除法律令有规定外,适用本法之规定 第二条,非诵事件之管辖,法院依住所而定者,在中华民国无住所或住所不明时,已在中华民国之居所视为住所,无居所或居所不明者,已在中华民国最后之住所视为住所 住所地之法院不能行使之权者,由居所地之法院管辖 无最后住所者,已财产所在地或司法院所在地之法院为管辖法院 第三条,数法院具有管辖权者,由受理在先之法院管辖之 但该法院得一申请或一职权,已裁定将事件移送于任为市当之其他管辖法院 第四条,同一地方法院或分院及其检疫庭受理之事件,其事物分配办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五条,民事诉讼法第28条第一项及第29条至第31条之三规定,除别有规定外,于非诵事件准用之 第六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接上级法院应依官系人之申请或法院之请求,指定管辖 一,有管辖权之法院,因法律或司事不能行使之权者 二,因管辖区域境界不明,只不能辨别有管辖权之法院者 三,恕法院与管辖权有争议者 直接上级法院不能行使之权者,管辖之指定,由再上级法院为之 指定管辖之裁定,不得声名不服 第七条,非诵事件,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依其处理事项之性职,有关系人住所地,事务所或营业所所在地,财产所在地,履行地或行为地之法院管辖 第八条,定法院之管辖,以申请或开始处理时为准 第九条,民事诉讼法有关法院职员回避之规定,于非诵事件准用之 第二节,关系人 第十条,本法称关系人者,未申请人,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第十一条,民事诉讼法有关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及共同诉讼之规定,于非诵事件关系人准用之 第十二条,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代理人及辅佐人之规定,于非诵事件之非诵代理人及辅佐人准用之 第三节,费用之征收及负担 第十三条,因财产权关系为申请者,按其标的之金额或价额,以新台币依下列标准征收费用 一,未满十万元者,五百元 二十万元以上未满一百万元者,一千元 三一百万元以上未满一千万元者,二千元 四一千万元以上未满五千万元者,三千元 五五千万元以上未满一亿元者,四千元 六一亿元以上者,五千元 第十四条,因非财产权关系为申请者,征收费用新台币一千元 因非财产权关系而为申请,并为财产上之请求者,关于财产上之请求,不令征收费用 第十五条,夫妻财产制契约及法人设立登记,征收费用新台币一千元 除钱项登记外,有关夫妻财产制及法人之其他登记,每件征收费用新台币五百元 第十六条,非财产事件系属于法院后,处理终结前,继续为申请或声明一役者,免贞费用 第十七条,对于非财产制裁定提起抗告者,征收费用新台币一千元,再抗告者一同 第十八条,申请赴予法人登记簿,补发法人登记证书,夫妻财产制契约登记簿或管理财产报告及有关计算文件之藤本,善本,赢本或解本,法人及代表法人董事之印见证明书者,每份征收费用新台币二百元 第十九条,关于非送事件标的金额或价额之计算及费用之征收,本法未规定者,准用民事诉讼费用有关之规定 第二十条,有误送达费及法院人员之差履费不令征收 但所需费用超过应征收费用者,其超过部分,依实之数计算征收 第二十一条,非送事件程序费用,处法律另有规定外,由申请人负担 检察官为申请人时,由国库支付 前项费用之负担,有相对人者,准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费用之规定 第二十二条,应可规则于关系人之事由,致生无益之费用时,法院得以财定命其负担费用之全部或一部 第二十三条,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于应共同负担费用之人准用之 第二十四条,依法应由关系人负担费用者,法院裁定命关系人负担时,应一并确定其数额 前项情形,法院于裁定前,得命关系人提出费用计算书及市民费用额之证书 第二十五条,应征收之费用,由申请人遇纳 但法院依职权所为之处分,由国库垫附者,于何时计算后,向应负担之关系人负担收之 第二十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及第十七条规定之费用,关系人未遇纳者,法院应献其命其遇纳,与其仍不遇纳者,应驳回其申请或抗告 第二十条,及前项以外之费用,申请人未遇纳者,法院得拒绝其申请 前二项规定,与法人及夫妻财产制契约登记事件准用之 第二十七条,对于费用之裁定,不得独立声名不符 第二十八条,对于费用之裁定,得未执行名义 第二十九条,申请或陈诉,处令有规定外,得以书状或言辞为之 以言辞为申请或陈诉时,应在法院书记官前为之 前项情形,法院书记官应作成笔录,并于笔录内签名 第三十条,申请书状或笔录,应在名下列各款事项 一,申请人之姓名,姓别,出生年月日,身份正统一号码,职业积住,居所,申请人为法人,机关或其他团体者,其名称及公务所,事务所或营业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非诵代理人者,其姓名,姓别,出生年月日,身份正统一号码,职业积住,居所 三,申请之意指及其原因,四十 四,公正名或市名用之证据 五,附属文件及其建署 六,法院 七,年,月,日 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应于书状或笔录内签名,其不能签名者,得使他人代书姓名,由申请人或其代理人盖章或案指印 第一项申请书状及笔录之格式,由司法院定之 第三十之一条,非诵事件之申请,不合成是或不被其他要件者,法院应以财定驳回之 但其情形可以补证者,法院应定期间先命补证 第三十之二条,法院收受申请书状或笔录后,得定期间命申请人以书状或于其日就特定是想想为陈述,有相对人者,并得送达申请书状善本或笔录于相对人,献其命其陈述意见 第三十之三条,因程序之结果而法律上厉害受影响之人,得申请参与程序 法院认为必要时,得依职权通知前项之人参与程序 第三十一条,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其日,其间及证据之规定,于非诵事件准用之 第三十二条,法院应依职权或医生请,调查四十级必要之证据 法院为调查四十,得命关系人或法定代理人本人到场 法院认为关系人之声明或陈述不明了或不完足者,得小预期续名或补充之 关系人应协力于四十级证据之调查 关系人就其提出之四十,应为真实,完全及具体之陈述 第三十三条,关于四十级证据之调查,通知及裁定之执行,得依嘱托为之 第三十四条,郡问关系人,证人或鉴定人,不公开之 但法院认为是当时得许旁听 第三十五条,郡问应做成笔录 第三十五之一条,民事诉讼法第168条至第180条及第188条规定,于非诵事件准用之 第三十五之二条,申请人因死亡,丧失资格或其他室友制不能续航程序,而无依法令得续航程序之人,其他有申请权人得于该室友发生时起十日内声明承受程序,法院亦得依职权通知于一定期间的续航程序。 一申请或依职权开始之事件,虽无人承受程序,法院认为必要时,应续行之 第三十五之三条,申请人与相对人就得处分之事项成立和解者,于作成和解笔录时,发生与本案确定裁定同意之效力 前项和解有无效获得撤销之原因者,申请人或相对人得请求医员程序继续审理,并准用民事诉讼法第三百八十条第四项规定 因第一项和解受法律上不利影响之第三人,得请求医员程序撤销或变更和解对其不利部分,并准用民事诉讼法第五边之依第三人撤销诉讼程序之规定 第五节,裁定及抗告 第三十六条,非诵事件之裁判,处法律另有规定外,由独任法官已裁定行之 命官系人为一定之己付及可处罚还之裁定,得为执行名义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三条及第二百三十六条至第二百三十八条之规定,于第一项裁定准用之 第三十七条,裁定应作成裁定书,由法官签名 但得于申请书或笔录上记载裁定,由法官签名以代原本 裁定之正本及解本 由书记官签名,并盖法院印信 第三十八条,裁定应宋达瑜受裁定之人,必要时,并得宋达瑜以知之利害关系人 因裁定而全力受侵害者,得申请法院赋予裁定书 第三十九条,关系人得申请法院赋予裁定确定证明书 裁定确定证明书,由最初为裁定之法院赋予之 但卷宗在上级法院者,由上级法院赋予之 第四十条,法院认为不得抗告之裁定不当时,得撤销或变更之 因申请而为裁定者,齐博回申请之裁定,非因申请不得依前项规定为撤销或变更之 裁定确定后而刑事变更者,法院得撤销或变更之 法院未撤销或变更裁定前,应使关系人有陈素艺见之机会 裁定经撤销或变更之效力,除法律别有规定外,不诉及既往 第四十一条,因裁定而全力受侵害者,得为抗告 博回申请之裁定,申请人得为抗告 因裁定而公益受侵害者,检查官得为抗告 第四十二条,受裁定宋达之人提起抗告,应于裁定宋达后十日之不变其间内为之 但宋达前之抗告,亦有效力 未受裁定宋达之人提起抗告,前向其间应自其之息裁定时起算 但裁定宋达于受裁定之人后已于六个月,或因裁定而生之程序以终结者,不得抗告 第四十三条,抗告应向为裁定支援法院提出抗告状,或以言辞为之 以言辞为抗告时,准用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 第四十四条,抗告,除法律令有规定外,由地方法院已合一裁定之 抗告法院为裁定前,应使应该裁定结果而法律上利益受影响之关系人有陈素艺见之机会 但抗告法院认为不是当者,不在此线 抗告法院之裁定,应付理由 第四十五条,抗告法院之裁定,以抗告不合法而驳回者,不得再为抗告 但得向原法院提出异议 前项异议,准用民事诉讼法第484条第二项及第三项之规定 除前二项之情形外,对于抗告法院之裁定再为抗告,仅得以其试用法规 显有错误为理由 第四十六条,抗告及再抗告,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准用民事诉讼法关于抗告程序之规定 第四十六之一条,民事诉讼法第五边再审程序之规定,于非送事件之确定裁定准用之 除前项规定外,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更以同一事由申请再审 一,以依抗告,申请再审,申请撤销或变更裁定主张其适由,经已无理由驳回者 二,知其适由而不为抗告,或抗告而不为主张,经已无理由驳回者 第四十七条,因法院之裁定有违一定行为,不违一定行为或忍受一定行为之义务者,经命其履行而不履行时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得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罚还,并得继续命其履行及暗次连续各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罚还 前项裁定,应付理由,于裁定前应为警告 对于第一项裁定,得为抗告,抗告中应停止执行 第四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241条至第243条之规定,于非诵事件准用之 第四十九条,外国法院之确定非诵事件之裁判,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认其效力 一,依中华民国之法律,外国法院无管辖权者 二,利害关系人为中华民国人,主张关于开始程序之书状或通知未及时受送达,致不能行使其权利者 三,外国法院之裁判,有被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 四,无相互之承认者 但外国法院之裁判,对中华民国人并无不利者,不在此线 第六节,司法事务官处理程序 第五十条,非诵事件,依法律仪由司法事务官处理者,依本法之规定,本法未规定者,准用其他法律关于法院处理相同事件之规定 第五十一条,司法事务官处理受以转之非诵事件,得依职权调查四十级必要之证据 但命为拒绝之调查,应报请法院为之 第五十二条,司法事务官处理受以转之非诵事件或兼办其他事务做成之文书,其名称及应记载事项,各依有关法律之规定 第五十三条,司法事务官就受以转之非诵事件所为处分,其文书证本或解本,由司法事务官签名,并盖法院印信 司法事务官在地方法院检议庭处理受以转之非诵事件时,前项文书证本或解本,得紧盖该检议庭之官方 第一项处分确定后,由司法事务官赋予确定证明书 第五十四条,司法事务官就受以转之非诵事件所为处分,与法院所为者有同意之效力 第五十五条,申请人获权力受侵害者,对于司法事务官就受以转事件所为之处分,得依各该事件适用原有法院所为之救济程序,声名不符 前项救济程序应为裁定者,由地方法院行之 对于前项裁定,得依第四十五条规定向直接上级法院提起再抗告 第五十六条,当事人对于司法事务官就受以转事件所为之中局处分,如有法院裁定无救济方法时,人得于处分送达后十日之不变期间内,以书状向司法事务官提出异议 司法事务官任前项异议为有理由时,应令为适当之处分,任意异为无理由者,应送请法院裁定之 法院任第一项之异议为有理由时,应自为适当之裁定,任意异为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 前项裁定,应续明理由,并送达于当事人 对于第三项之驳回裁定,不得声名不符 第五十七条,前调异议程序免贞费用 第五十八条,司法事务官兼办提存或法人及夫妻财产制契约登记事务,适用各该法令之规定,并应以提存所主任或登记处主任名义行之 司法事务官兼办前项事务所为处分,与提存所主任或登记处主任所为者有同意之效力 第二章,民事飞送事件 第一节,法人之监督及维护事件 第五十九条,民法第三十三条第二项之请求解除董事或监察人职务事件,第三十六条之请求宣告解散事件,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及第四十二条之有关法人清算事件,第五十一条第三项之许可召集总会事件,第五十一条第三项之许可召集总会事件。 第五十八条之声请解散事件,第六十二条之声请必要处分事件及第六十三条之声请变根组之事件,均由法人主事务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第六十条,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移民法第三十六条或第五十八条规定,申请法院宣告解散法人时,应付据应为解散之法定是由文件,由利害关系人申请者,并应示名其利害关系。 第六十一条,主管机关或检察官依下列规定为申请时,应付据法定是由之文件,其他申请人为申请时,并应付据资格之证明文件。 一,民法第六十二条之声请选任清算人。 二,民法第六十二条之声请法院为必要处分。 三,民法第六十三条之声请便跟裁团组织。 主管机关一民法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请求法院解除法人董事或监察人职务时,应付据法定是由之文件。 社团之社团之社团一民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规定,请求法院为照及总会之许可实,应付据法定是由及资格证明之文件。 第六十二条,法院一民法第六十二条为必要之处分及第六十三条变更财团之组之前,应征询主管机关之意见。 但由主管机关申请者,不在此线。 第六十三条,法院一民法第三十六条或第五十八条宣告法人解散,第三十八条选任清算人,第六十条第三项指定遗嘱执行人,第六十二条为必要之处分及第六十三条变更财团之组之前,得通知检查官臣诉意见。 第六十四条,法人之董事一人,数人或全体不能或待于行使之权,或对于法人之事物有自身利害关系,致法人有受损害之于时,法院因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之申请,得选任临时董事代行其职权。 但不得为不利于法人之行为。 法院未前向裁定前,得侦询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之意见。 法院得案代行事务性职,反检,法人财务状况及其他情形,命法人着给第一项临时董事相当报酬,其数额由法院侦询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意见后定之。 第六十五条,法院依民法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解除董事或监察人职务,第三十六条或第五十八条宣告法人解散,第三十八条选任清算人,第三十九条解除清算人职务,第六十三条变更财团组织及依前条选任临时董事者,应嘱托登记处登记。 第二节,意思表示职工是送达事件。 第六十六条,民法第九十七条之声请工是送达事件,不知相对人之姓名时,由表义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辖,不知相对人之居所者,由相对人最后住所地之法院管辖。 第三节,出版,拍卖及证书保存事件。 第六十七条,民法第五百十八条第二项锁定申请再出新版事件,由出版人营业所所在地或住所地之法院管辖。 第六十八条,民法第五百二十七条第二项锁定许可继续出版契约关系之申请,得由出版权授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出版人为之。 前项申请事件,由出版人营业所所在地或住所地之法院管辖。 第六十九条,民法债编施刑法第二十八条锁定之证明,由应变卖地公证人,警察机关,商业团体或自治机关为之。 第七十条,民法第八百二十六条第二项锁定证书保存人之指定事件,由共有物分割地之法院管辖。 法院于裁定前,应讯问共有人。 指定事件之程序费用,由分割人共同负担之。 第七十一条,前调之规定,于所有权以外之财产权,由数人共有或共同共有者准用之。 第七十二条,民法锁定抵押权人,职权人,留置权人及依其他法律锁定担保物权人生请拍卖担保物事件,由拍卖物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第七十三条,法定抵押权人或未经登记之担保物权人生请拍卖担保物事件,如债务人就担保物权所担保债权之发生或其犯唯有争执时,法院仅得就无争执部分裁定准许拍卖之。 法院于裁定前,应使债务人有陈素艺见之机会。 第七十四条,最高限额抵押权人生请拍卖抵押物事件,法院于裁定前,就抵押权所担保之债权额,应使债务人有陈素艺见之机会。 第七十四之一条,第七十二条,锁定事件程序,关系人就生请所依据之法律关系有争执者,法院应小玉其得提起诉讼争执之。 前项情形,关系人提起诉讼者,准用第195条规定。 第四节,信托事件。 第七十五条,信托法第十六条,锁定生请变更信托财产管理方法事件。 第二十八条,第二项锁定生请信托事物之处理事件。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第三款锁定生请许可将信托财产转为自有财产或于该信托财产上设定或取得权利事件。 第三十六条,第一项淡书锁定受托人生请许可辞认事件。 第二项锁定生请解认受托人事件。 第五十二条,第一项锁定生请选任信托财产人事件。 第五十六条,锁定生请许可信托财产人辞认事件。 第五十八条,锁定生请解认信托财产人事件。 第五十九条,锁定生请选任心信托财产人事件。 第六十条,第二项锁定生请检查信托事物,选任检查人及命为其他必要之处分事件。 均由受托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辖。 信托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锁定生请选任心受托人或为必要之处分事件。 由原受托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辖。 前二项之受托人或原受托人有数人,其住所不在意法院管辖区域内者,各该住所地之法院具有管辖权。 信托法第四十六条,锁定生请选任受托人事件,由遗嘱人死亡时住所地之法院管辖。 第七十六条,信托法第六十条第一项锁定信托事物之监督,由受托人住所地之法院为之。 法院对于信托事物之监督认为必要时,得命提出财产目录,收支计算表及有关信托事物之账簿,文件,并得救信托事物之处理,讯问受托人或其他关系人。 前项裁定,不得声名不服。 第七十七条,法院选任之信托监察人有信托法第五十八条锁定解任事由时,法院得依职权解任之,并同时选任新信托监察人。 第七十八条,法院选任或解任受托人或信托监察人时,于裁定钱德逊问利害关系人。 对于法院选任或解任受托人或信托监察人之财定,不得声名不服。 第七十九条,对于法院选任检察人之财定,不得声名不服。 第八十条,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于法院依信托法第六十条规定选任之检察人,准用之。 第八十一条,法院得旧信托财产拙给检察人相当报酬,其数额由法院依询受托人意见后着定之,必要时,并得依询受益人,信托监察人之意见。 第三章,登记事件。 第一节,法人登记。 第八十二条,法人登记事件,由法人事务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前项登记事务,由地方法院登记处办理之。 第八十三条,登记处应被之法人登记部。 第八十四条,法人设立之登记,除以民法第四十八条第二项及第六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办理外,并应复具下列文件。 一,主管机关许可或核准之文件。 二,董事资格之证明文件。 设有监察人者,其资格之证明文件。 三,社员名部或财产目录,并其所有人名义为法人筹备处之财产证明文件。 四,法人及其董事之签名是或印件。 法人办理分事务所之登记时,应复具下列文件。 一,主管机关许可或核准之文件。 二,分事务所负责人资格之证明文件。 三,分事务所及其负责人之签名是或印件。 第八十五条,法人以事务所之新设,迁移或废纸,其他登记事项之变根,而为登记或为登记之更正即注销者,由董事申请之。 为前项申请者,应复具申请事由之证明文件,其需主管机关核准者,并应加具核准之证明文件。 第八十六条,登记处于登记后,应发给专用于办理法人取得财产登记之登记不腾本,并现其命申请人缴验法人以取得财产目录所在财产之证明文件,与其撤销其设立登记,并通知主管机关。 申请人缴验前项财产证明文件后,登记处应发给法人登记证书,并通知其主管机关及税捐机关。 法人登记证书灭失或毁损治不堪用者,得申请补发。 第八十七条,法人申请登记时所使用之印件,得由法人遇纳费用,向登记处申请和发印件证明书。 前项引件证明书,登记处任有必要时,得记载其用途。 第八十八条,法人解善之登记,由清算人申请之。 为前项申请者,应付据清算人资格及解善事由之证明文件。 已成立之法人,经主管机关撤销许可者,准用前二项之规定。 法人因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命令解善者,登记处应依有关机关嘱托为解善之登记。 第八十九条,法人依本法规定撤销或注销其设立登记者,其清算程序,除本法别有规定外,准用民法官与法人清算之规定。 第九十条,法人之清算人任免或变根之登记,由现任清算人申请之。 为前项申请者,应付据清算人任免或变根之证明文件。 第九十一条,法人清算终结之登记,由清算人申请之。 为前项申请者,应付据清算各事项以得承认之证明文件。 第九十二条,法人登记之申请有违反法律,不合成事或其他欠缺而可以补证者,登记处应着定其间,命申请人补证后登记之。 与其不补证者,驳回其申请。 第九十三条,法人以登记之事项,登记处应于登记后三日内于公告处公告七日以上。 除前项规定外,登记处应命将公告之善本或结本,登载于公报或当地之新闻址。 公告与登记不符者,以登记为准。 第九十四条,申请人发见登记错误或遗漏时,得申请登记处更正之。 登记处发见因申请人之错误或遗漏至登记错误或遗漏者,应限其命申请人申请更正。 与其不申请更正者,登记处应于登记部附计其应更正之事由。 因登记处人员登记所生之显然错误或遗漏,登记处京法院院长许可,应诉为登记之更正。 前三项经更正后,应急通知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 第九十五条,登记处于登记后,发见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经法院院长之许可,应助消其登记,并通知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 但其情形可以补证者,应定期间先命补证。 一,事件部署该登记处之法院管辖者。 二,申请登记事项不适于登记者。 三,应提出知证明文件不完备者。 四,所提出知财产目录,其记载与证明文件不相符者。 五,申请不被其他法定要见者。 第九十六条,关系人认登记处处理登记事务违反法令或不当时,得于窒息后十日内提出异议。 但于处理事务完毕后已于二个月时,不得提出异议。 第九十七条,登记处如任前调制意义为有理由时,应于三日内为适当之处置。 如任为无理由时,应付据意见于三日内送交所属法院。 法院任意意为有理由者,应已才定命登记处为适当之处置。 任意意为无理由者,应驳回之。 前项裁定,应付理由,并送达于登记处,异议人及已知之利害关系人。 第九十八条,法人之登记经更正,撤销或注销确定者,准用第九十三条之规定。 第九十九条,法人登记自为清算终结之登记后,即行消结。 第一百条,本法有关法人登记之规定,于外国法人之登记准用之。 但法令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线。 外国法人经认许设立事务所者,其事务所之声请设立登记,由该法人之董事或其在中华民国之代表人为之。 前项申请,除提出认许之文件外,并应付举经中华民国驻外机构认证或证明之下列文件。 一,法人名称,种类及其国籍。 二,法人之组织章程或捐助章程。 三,董事或在中华民国代表人资格之证明文件。 第二节,夫妻财产制契约登记。 第101条,民法有关夫妻财产制契约之登记,由夫妻住所地之法院管辖,不能在住所地为登记或其主要财产在居所地者,得由居所地之法院管辖。 不能依前项规定定管辖之法院者,由司法院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前二项登记事务,由地方法院登记处办理之。 第102条,依前条规定为登记支柱所或居所迁移支援法院管辖区域以外时,应为迁移之陈报。 前项陈报,得由配偶之一方为之,陈报时应提出原登记部藤本。 第103条,登记处应被置夫妻财产制契约登记部。 第104条,夫妻财产制契约之登记,应付据下列文件,由契约当事人双方申请之。 但其契约经公正者,得由一方申请之。 1,夫妻财产制契约。 2,财产目录及其证明文件,其财产依法应登记者,应提出该管登记机关所发给之藤本。 3,夫及妻支签名是获印件。 法院依民法规定,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者,应于裁判确定后嘱托登记处登记之。 第105条,第92条至第98条之规定,于夫妻财产制契约之登记准用之。 第106条,法人或夫妻财产制契约登记簿,任何人得向登记处申请阅览,抄录或摄影,或与纳费用申请赋予腾本。 前向登记不知附属文件,利害关系人得序名理由,申请阅览,抄录或摄影。 但有妨害关系人隐私或其他权益之余者,登记处得拒绝或限制其范围。 第107条,法人及夫妻财产制契约登记规则,由司法院定之。 第四章,删除。 第五章,伤势飞送事件。 第一节,公司事件。 第171条,公司法所定由法院处理之公司事件,由本公司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第172条,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有限则任股东生请法院准其检查公司账目,业务及财产事件,股东生请法院准其退股及选派检查人事件,其生请应以书面为之。 前项事件,法院认为财产事件,应认问利害关系人。 第一项事件之财定应付理由。 第173条,检查人之报告,应以书面为之。 法院就检查事项认为必要时,得讯问检查人。 第174条,检查人之报酬,由公司负担,其金额由法院侦询董事及监察人意见后着定之。 第175条,对于法院选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检查人之裁定,不得声名不符。 但法院依公司法第245条第一项规定选派检查人之裁定,不在此线。 前项但书之裁定,抗告中英停止执行。 第一项事件之声请为有利由时,程序费用由公司负担。 第17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选派为清算人。 一,未成年人。 二,受监护或辅助宣告之人。 三,赤夺公权尚未复权。 四,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 五,承认清算人而被法院解任。 第177条,第174条之规定,与法院选派之清算人准用之。 第178条,公司法锁定清算人就任之声报,应以书面为之。 前项书面,应记载清算人之姓名,住居所及就任日期,并附据下列文件。 一,公司解散,撤销或废纸登记之证明。 二,清算人资格之证明。 第179条,公司法锁定股东或股东会解任清算人之声报,清算人所造巨资产付债表或财务报表及财产目录之声报,清算人斩期完结清算之声请及法院许可清算人清偿债务之声请,应以书面为之。 第180条,公司法锁定清算完结之声报,应以书面为之,并附据下列文件。 一,结算表册经股东承认之证明或清算其内支收支表,损益表经股东会承认之证明。 二,经依规定以公告催告申报债权及以通知债权人之证明。 第181条,对于法院依公司法规定指定公司不测及文件保存人之裁定,不得声明不符。 前项程序费用,由公司负担。 第182条,公司法锁定股东申请法院为收买股份价格之裁定事件,法院为裁定前,应讯问公司负责人及为申请之股东,必要时,得选任检查人就公司财务实况,命为鉴定。 前项股份,如为上贵或上市股票,法院得斟酌申请时当地证券交易实际成交价格核定之。 第一项检查人之报酬,经法院核定后,除有第22条知情形外,由为申请之股东及公司各负担两分之一。 对于收买股份价格事件之裁定,应付理由,抗告中英停止执行。 第183条,公司法第208条之一所定选任临时管理人事件,由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向法院申请。 前项申请,应以书面表明董事会不违或不能行使之权,致公司有受损害之余之事由,并是明之。 第一项事件,法院为裁定前,得侦询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意见。 第一项事件之裁定,应付理由。 法院选任临时管理人时,应嘱托主管机关为之登记。 第184条,公司法第264条锁定公司债债权人会一决一任可事件,由公司债债权人之受托人或债权人会一纸定之人向法院申报。 第172条第二项及前条第四项规定,于前项申报事件之裁定准用之。 第185条,就公司重整程序所为各项裁定,除公司法令有规定外,准用第172条第二项之规定。 前项裁定,应付理由,其认可重整计划之裁定,抗告中英停止执行。 第186条,依公司法第287条第一项第一款及第六款所为之财产保全处分,如其财产依法应登记者,应嘱托登记机关登记其事由,其财产依法应注册者一同。 博回重整申请裁定确定时,法院应嘱托登记或注册机关图销前项市由之登记。 第187条,依公司法第287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款所为之处分,应粘贴法院公告处,此公告之日起发生效力,必要时,并得登载本公司所在地之新闻址。 博回重整申请裁定确定时,法院应将前项处分以失效之事由,依缘处分公告方法公告之。 第188条,依公司法第305条第一项,第306条第二项至第4项及第310条第一项所为裁定,应公告之,无庸送达。 前项裁定即准许开始重整之裁定,其利害官系人之抗告期间,应自公告之一日起算。 第一项之公告方法,准用前条第一项之规定。 准许开始重整之裁定,如今抗告者,在驳回重整申请裁定确定前,不停止执行。 第189条,公司法第335条第一项命令开始特别清算,第350条第二项及第351条协定之认可或变更,准用第172条第二项,第182条第4项及前条之规定。 第190条第190条,公司法第354条第154条第一款,第二款及第6款之处分,准用第186条及第187条之规定。 第190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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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5条第13项锁定货物拍卖事件,由货物应受领地之法院管辖。 第三节,票据事件,第190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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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5条,发票人主张本票系伪造,变造者,于前条裁定送达后20日内,得对执票人向违裁定之法院提起确认之诉。 发票人证明已依前项规定提起诉讼时,执行法院应停止强制执行。 但得依执票人申请,许其提供相当担保,继续强制执行,亦得依发票人申请,许其提供相当担保,停止强制执行。 发票人主张本票债权不存在而提起确认之诉不合于第一项之规定者,法院依发票人申请,得许其提供相当并确实之担保,停止强制执行。 第六章,负责 第196条,本法施行细则,由司法院定之。 本法未规定及新增之非诵事件,其处理办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197条,本法施行前已细署之事件,其法院管辖权及审理程序依下列之规定。 一,地方法院未为终局裁定者,依本法修正后之规定。 二,地方法院已为终局裁定尚未送抗告法院者,依本法修正后之规定。 三,抗告法院未为终局裁定者,依本法修正前之规定。 第198条,本法自公布日起六个月施行。 本法修正条文,自公布日施行。 二,地方法院未為终局裁定。